各位同学好 我是凌薇老师 你先来看我导读的是经济学院杂志的标题 这边是Business栏目里面的第一篇 它介绍Cloud Chronicle Chronicle对各位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单子 对不对 再来 How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cloud computing have set up the IT industry for once in a generation battle 光这个标题就够刺激了 如果我们再把它拉到文章的结尾 你们看到不同的面包 它的结论文章 我们通常看头看尾立刻抓到重点 好我们来立刻看到结尾 看到结尾 你们看到一个特别反色的单子叫AWS 好奇 他说AWS could end up dominating the IT industry just as IBM a family of mainframe computers did until the 1980s 对各位来说 你不熟悉电脑 这一切是进入非常的抽象 不过我们从图片上再看到大概云端 Amazon占的版图非常大 Linux小小一块在那边 对不对 Microsoft 你懂哈 Google再加上它里面没有比较 还有非常大的市场 百度啊 百度也是一个很大的云端 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进到讲解区 各位来看 首先什么叫Chronicle Chronicle如果你翻字典会发现 这个字跟时间有关 M-C-H-R-O-M-I-C Chronic Chronicle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子 那什么叫做Chronic跟Chronicle 它这边代表说我们来看云端的演变史 接着它告诉你说这种开放式的城市码 跟云端的这个竞争完完全全 他们形成了新的IT产业 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的大战要开打了 所以在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用的单子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大量 然后呢 几个重要的单子 各位知道AWS 什么叫A吗 A就是Amazon 就是亚马逊呢 好再回来 我们再举了一个重要的单子 Industry Industry这个字 其实它有两个意思 它除了当产业以外 可以当勤劳 不过因为不常用 所以就消失不见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们在这边重要的字 如果想再听下去的话 对不起 欢迎加入林文老师的付费课程 那林文老师的毅力 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这个是Google 虽然有的地方看不到 Google的YouTube 这边我上传了4325个为课程 都是5到10分钟 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这么多人让你知道什么 充实自己才能够改变未来呀 所以刚刚那篇文章 我选至于哪里 本周的经济权杂志 商业栏目必看 第一条就是Business 看来没有Linux And AWS 这边指的是Amazon Web Service 亚马逊非常的大 Cloud Chronicles 所以代表我们当然有知识背景 也不说你不是轻易就能够看到 经济权杂志文章了 它需要等级的 亚洲人能够看懂这样的文章 加上讲解的能力 是还是少之又少 但是你听林文老讲解相信我 听故事慢慢改善自己的生活 跟远见 因为太多的文章 它不翻译成中文的 所以完全要靠老师引导 才会有我们介入的机会 加入我们阅读的课程吧 云端再会 拜拜